这是他的专科同学 专科同学 可是人家是85年 老汪听见这个年纪根本不符合 立刻又改口谎称是对方女儿账户 这是负什么钱 我跟他借钱都购 你跟朋友借钱人家还他钱 为什么都是还到一个人85年次 老汪一直闪烁其词 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汇款 事情发生在24号下午2点半 桃园警方接获银行行员通报 有一名欺询老汪表示自己跟同学借钱 要准备汇款还他 但经过查询发现 汇款人账户所有人年纪才28岁 老汪改口表示账户应该是同学女儿的 不过行员又发现账户曾经被通报异常 因此赶紧通报警方 这时候老汪气得想离开到别家银行汇款 警方立刻将人给拦下 经行员与原警细心询问 发现该民众遭诈验集团 以假投资挣差财方式行验 立即予以说明劝阻 让他放弃汇款念头 原来老汪是加入投资群组 想汇款请李专帮忙买卖股票 幸好在警方劝阻下保住辛苦钱 董灯新闻地方中心桃园报道 董灯新闻前